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会估计 估计 估计 如果司长是黄仁龙 不会就着3加13提出刑期复合 产生了第一批这样的政治犯 政治犯 政治犯之后 是不是会更加令到香港更加撕裂和分化呢 大家不可以这么偏颇去看这个问题 当袁国强或律政司去检控七警 检控朱经纬 警司你就拍手赞好 到要检控佔中人士或复合刑期 你就说他就是万恶不赦 这个是不公平的 老实说 黄仁龙的年代和今天的年代是很大分别 他的年代没有港独 没有政治对立 也没有立法会那种见笔老张的情况 袁国强东宾西走 做到入医院都做了两次 其实他是为捍卫两制出了很大力量 但你不能单单从表面的结果去看 因为政治形势改变得这么紧要 他在里面挡了多少 外人是不得而知 我所认识的袁国强 其实他做了很大的努力 特别是在一地两检 去寻求一个希望双方都可以比较接受的方案 因为批评一个人为香港特区付出了五年的人 是不公平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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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不能